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观察到整体的趋势 这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你看这是道琼指数的部分 NASDAQ是用跳空连续下跌的方式 直接做一个重挫 而且一样是破了颈线 摁头形成 再来 费城半导体也是一样 费城半导体在过去整个美国股市当中 整个四个指数当中 它是最强的 但是它昨天跟上个礼拜五 连续两根的长黑 虽然说这种时它的颈线还没有去做一个跌破 但是这两根长黑的跌幅总计是9.77个percent 连两天跌了9.77个percent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跌幅 因为它算是一种式的表现 气势 意思就是说当空风式一来的时候 它下面都没有人愿意承接 所以跌幅就这么大 而这样子的跌幅9.77个percent也是创下近年来 连续两个交易日累积跌幅是最大的跌幅 你看过去哦 过去在12月中下旬那一段的跌幅 它也没有像之前这两根一样这么的大 我相信您看得出来 你可以去比较 这表示它的空风气势非常非常的强 再根据过去这两根也没有像这一个跌幅这么的重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记得 现阶段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 现金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来我们看SNP500也是一样 M头的形成 所以当美国四大指数都出现 其中四个指数当中有三个指数出现M头 那费城半导体跟台股又这么的相关 连续两个交易日把过去一个多月以来的涨幅在两天瞬间蒸发掉 所以您说现阶段是不是现金为王 那这朋友 所以现阶段的当务之急 是调整好你手中的股票 那当然我刚刚说过了 你看现在欧洲股市 普遍是以高盘来开出 这是法股巴黎 然后英国还没开嘛 德国也开出来也是涨两个百分点 我刚刚说过了 刚破线会反弹 这是正常的一个逻辑 所以其实你看了 今天晚上的美股 破线 晚上今天晚上的美股 可能会做反弹 但是呢 我们推销到台股来 你这边一定要注意 因为明天是台这个摩台 这个指数了摩台的结算 所以当如果说今天晚上的美股 最后是以反弹收涨 那明天正常来说 台股明天会开高盘 但是又遇上一个所谓的摩台结算 你就要提防是 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开高走低 而且我相信您观察到 最近的外资的期货 现货选择权的部位 你可以明显的开始发现到 外资开始有两手策略的 这样子的现象 意思就是让你看起来 好像期货一直在做多 但是其他的部位呢 你能够确定摩台都是多单吗 你要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这个道理 在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当英国脱欧的事件 发生确定之后 赵老师当天就告诉各位说 外资短暂性他会做防守 做解套波 为什么 因为外资当初买超的现货部位 在这个波段以来 他主要重点 买超的现货部位集中 都是在8500点以下 所以你可以去换算 当初上个礼拜五 这一根下来 他最后收了带有下引线 将近100点的下引线 当时收盘价 收在8476点 那礼拜一又加上除息 所以你又蒸发掉70点 所以昨天最后换算下来 看起来是跌18点 但是事实上是涨52点 那今天 如果你再加70点回去的话 今天其实指数 已经来到了8575点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所以明天开高呢 你真的要去追股票吗 还是要逢谈先做减码 提高现金比重的动作 您觉得呢 我们做股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长期下来我们追求的是 能够在股票市场 真正的稳定的获利 把资产一直不断的 再继续做增加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永远持有的 永远都是股票 没有现金的话 那是不是永远都搞不清楚 到底接下来 你的资产会不会增加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阶段这个盘式 如果您从技术面来看 如果说它真的跌破颈线的话 这是一个大的岸头 这是一个小的岸头 目前指数差不多在这个位置附近 那如果按照结算完之后 它台股跟随回去 国际股市的话 如果美股在今天晚上反弹 一天又结束的话 现在已经成为岸头的美股 道琼 S&P 还有NASDAQ 再加上费半 它又继续往下跌的话 那是不是 台股就形成一个大的岸头 跟小的岸头 双头形成 所以现阶段 不是开玩笑的 赵老师请各位提高现金比重 是有赵老师的用意 从上个礼拜四 赵老师就已经开始 在提高现金比重 我相信您都很清楚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说一句实在话 我希望这一波是赵老师看错 这样子我们又可以继续做多 因为我们今天 手上的股票还是有涨停的 4745的和付 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赵老师曾经跟各位谈到 有一档股票 投信它先前卡在72块钱 投信卡在72块钱 后来它股价跌到65块钱 就是这一档 4745的和付 他是今天亮灯涨停 虽然说张老师没有带会员朋友 卖在涨停的位置 但是至少 我们还是要提高现金比重 你会发现你看张老师的节目 张老师不像其他老师一样 哇 ISP命十多头 告诉你永远都有低点可以接 永远都是漂亮买点 抱歉张老师的良心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看到国际股市是呈现这样子的形态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就要有这个责任跟义务要提醒各位 纵使我们所选的股票有亮灯的 又或者是 有继续往上走 我还是适度的会带会员朋友 继续做减码的动作 提高现金的部位 这是3519的律 也是一样啊 连续两天的红黑棒 已经即将要吞掉他先前的产业了 但是我不管再怎么看好 一个一档个股或一个产业 当大盘有疑虑的时候 我这样子是不是应该要适度的提高现金比重 不是持股啊 满档一直加 不是这样子 所以投资朋友 您现阶段您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来再来思考另外一件事情 是假设 假设这盘是真的 郑老师看错了 他又回到多方控盘 那您现在手上有一堆股票 那当然恭喜你又上去了 那我们有一堆现金的 我们继续赶快的买回来不就好了吗 但是如果说变成真的方空了 变成空方空盘了 你手上有一堆股票了 你当下如何马上处理 反而是我们一堆现金的 我可以选择做避险的动作 或者是我们等待低接的买点 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比较稳定的操作 所以今天正好是要跟各位表达的意思就是 股票市场 何时该持有股票 何时该持有现金 你要分得非常清楚 当趋势确定的时候 不论它是多头或者是空头 你都可以抽做股票 但是当趋势 即将开始出现一个重大性的关键转折的时候 你至少你应该要保有现金 不是吗 那如果说一旦出现真的转折的话 过去有太多投资朋友会输钱的原因 就是因为真的出现转折的当下 你根本措手不及 因为你手上一对股票 对还是不对 所以投资朋友 今天我们节目的重点 跟各位沟通这样子的观念 而且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 如果说你手上还有很多股票 不知道该什么处理 或者是不知道要不要留 不知道要不要卖的 请趁着明天外资要做摩台棋结算的动作的时候 务必调整好你手上的持股 不知道该怎么卖 不知道要不要卖的 务必请各位来店登记 张老师会在明天开盘之前 告诉你该如何处理 当然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 最后剩一点点时间 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 这个盘 有些内支一直偷偷的在出货 昨天4174的号顶 这是今天的号顶 昨天4174的号顶 从12点开始出现卖压 撒到12点半 已经将定跌停 它从涨两个百分点 撒到这个位置是跌8个百分点 号顶我想各位应该都很清楚 是内支的股票 这是昨天 今天3293的星象 撒到跌停 为什么 我请问各位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有些人会说 哇 星象是因为这个股东会说 什么没有太大 太惊人的量 量点 但是我请问各位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一档股票如果真的有人要做 不愿意出货的话 纵使未来暂时还没有什么量点 不愿意卖的话 股票还是不会低 不是这个意思吗 利多往往是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去放出来 很多的管道 但是如果一档股票 如果他纵使他未来再怎么看好 有人要卖 他就是会跌 星象盘多久上不去了 一个高点 两个高点 三个高点 你觉得呢 您觉得呢 那是不是内支的股票 所以同志朋友 这个盘不去开玩笑 面临一个重大的关键转折时期 那幸好明天还有外资摩胎子要结算的动作 趁着现阶段赶快调整好你手上的股票 有任何问题 不知道要不要卖股票的 不知道手上股票到底什么价位可以卖的 务必在今天来电做好登记 这好是会在明天开玩之前 告诉你答案 谢谢各位 明天见